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6月16日 越南无据亚联游 星期三凌晨 2022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 第一阶段小组赛之早两场比赛同时上演 其中更为关注的是 亚联游对阵越南 两队都分裂小组前两位 目前同样处于连胜中 大家都没拿完三分的绝对信心 今次交手 双方激战成和几率不低 亚联游同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同印尼分在同一个小组 当排面来讲 亚联游在最强的那支球队 但他们没踢出令人信服的成绩 七轮小组赛拿到五胜二负 有15分排在第二位 距离越南有二分的差距 虽说亚联游还有中回投名 直接进级的机会 不过越南近方不错 而且亚联游首循环 对阵越南就处于下风 照这样的情况 亚联游今铺想拿完三分难度极大 需要留意的是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 包括亚联游在内 有四个小组的第二名 都有15分 还有一个小组的第二名16分 同时14分 争夺四个最佳小组第二进级12强赛的竞争相当激烈 亚联游今铺目标至少都要得到分 所以面对越南 亚联游战术应该不会全军大举押上 作为一支世界排名接近100位的球队 越南的确不可以给人有太多的期待 不过事实上 他们小组赛至今的表现令人相当惊喜 七轮踢完后 陆德五胜二和的不败战绩 有17分领跑之组 他们有很大的机会直接进级12强赛 细心留意 越南小组赛的表现 虽然他们进攻 并不是十分强劲 入球比亚联游要少9个球 但越南的致胜法宝 系是强悍的防守 有多达5场比赛保持清白之身 一共先致失两个球那么多 另外 首循环面对亚联游 凭住阅天宁的一战定江山 越南得以取胜 他近期也是连续破门得分 状态理想 相信他今次扣形会是球队 增胜的武器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和赞我们的专业